熊宝宝特别怕黑 只要到了晚上 熊宝宝就躲在家里的被窝 天黑了我怕 熊宝宝不停地说 熊妈妈非常着急 熊宝宝这么长脚 以后可怎么办呀 有一天熊妈妈跟宝宝说 我今天要出去一会儿 你乖乖在家 熊宝宝非常不愿意地说 妈妈天黑之前能回来吗 熊妈妈说 应该可以吧 熊宝宝等了一天 太阳已经要落山了 她打开门往外看 没看到妈妈的踪影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熊宝宝有点着急了 太阳已经缓缓落到山下 天空渐渐暗下来 妈妈会不会出事了 熊宝宝急得要哭了 如果妈妈出事了 我必须去救妈妈 熊宝宝擦干眼泪 往森林走去 天全黑了 森林悄悄的 熊宝宝走得很慢 她太害怕了 熊宝宝哆哆哆哆哆地走着 心里想 森林往上会有妖怪吗 今天这个时候 她听到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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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 羊怪来了 熊宝宝闭上眼睛 不敢看 只听见 山边的树上 有人在说话 这不是熊宝宝吗 这么晚了 你要去干什么 熊宝宝闷闷闷开眼睛 往树上一看 有一只大鸟在跟它说话 你 你是谁 你是妖怪吗 熊宝宝小心翼翼地问 我不是妖怪 我是猫童鹰 我白天 睡觉 往上工作 熊宝宝不怕了 他跟猫童鹰说 我妈妈还没回来 我要去找妈妈 猫童鹰称赞地说 多勇敢的孩子 你会找到妈妈的 谢谢 熊宝宝跟猫童鹰告别 又往前走 熊宝宝宝觉得 周围好像有小东西飞过 这东西越来越多 熊宝宝非常害怕地问道 你是谁 是妖怪吗 终于有一只小东西 停下来 落在熊宝宝的手掌上 说我是蝙蝠不是妖怪 我用最灵敏的耳朵判断方向 熊宝宝一般都是网站活动 熊宝宝跟猫童鹰说 我妈妈还没回来 我要去找妈妈 很多变蝠都停下来 beads said 你太有感了 熊宝宝有点自豪了 他迈开步伐往森林走去 这个时候 他看到有东西一闪一闪飞过 刚开始有一两个 慢慢变成了很多 熊宝宝不再害怕了 他大声地说 我是熊宝宝 你们是谁 一闪一闪东西 小声地说 我们是萤火虫 我们是萤火虫 熊宝宝觉得他们太漂亮了 把森林都照光 原来夜晚的森林是那么美丽 萤火虫说 必须来找妈妈的吧 熊宝宝说 你们怎么可知道 萤火虫说 是你妈妈 让我们给你指引方向 随着萤火虫指引的方向 他看到妈妈 从一床树后面走过来 他高兴地说 宝宝 你已经不怕黑了 胆小了 你是一个勇敢 经常的熊乐 熊宝宝 高兴极了 他不在妈妈的怀里 他已经知道 他是一个让妈妈 骄傲的 真正的 熊乐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